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俗语作为传统文化的一脉 是民间老百姓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的总结 有的是对民间生活的描述 也有的是对于生活的思考 因其通俗易懂又朗朗胜口 所以在民间广为流传 古代有这样一句俗语 三角文在手负到99 也可以说是识人数 说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三角文呢 那么手里有三角文真的会负到99吗 今天小酱汁来给大家揭秘 一 什么是三角文呢 大家都知道 人们将手掌的纹路分为 智慧线 生命线和爱情线三条主线 其旁边还分有一些 博杂的小手纹线 当这些线条组成一个规则 清晰的三角形时 就可以说手上有一个三角文 而这些三角文呈现在手掌上 形状比较周正 显示的比较清晰的时候 则是代表着大吉大利的象征 所以人们认为手中有三角文的人 可以一辈子都是有大富贵的 有的三角文是由两道大掌纹 和一道细小的掌纹 一起构成的一块小三角形区域 因为这里长得比较像元宝 所以说手里握着元宝 而元宝自然是金钱的象征 所以说手上握着元宝的人 自然是会越来越富有了 而手中的元宝越大越清晰 这样的人就可以成为贵人了 自然是比前面仅仅有元宝的更好了 二三角文在手 付到九十九 自古以来 五国对于手相面相 都是有着非常多的说法的 人们认为 从上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 福气 而三角文就是手相上的一种 寓意比较好的纹路 被人们称为财库 而老人们嘴里所说的三角文 就是这众多小细文 组成的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因为三角文很像元宝 手里天生就握着金元宝 元宝则代表着富贵 手里天生握着金元宝 自然会越来越富有 而在不同位置的三角文 则有不同的寓意和说法 但三角文出现在手掌的 绝大部分位置时 都会被认为是极力的象征 大都是偏财运好 做事能够勤勤恳恳 踏踏实实 意味着人早晚会交好运 事业有成 财运旺盛 所以才有了三角文在手 付到九十九的说法 仅仅通过手相 预制一个人以后的生活 肯定是不可相信的 至少是非常片面的 正常人都会觉得太玄乎 因为谁都不能保证 一个人永远一个样 比如说一个人手里 有一个很清晰的大元宝 这个人从手相上说 自然是很富有的 那么如果这个人 一直在家里躺着睡觉 什么事都不做 就算手相面相再好 那也仅仅是手相和面相好了 三 不同位置有三角文的人 运势如何 三角文是人手掌中 经常出现的一种杂文 当三角文的形状较正 而且比较清晰时 大都属于极力的象征 接下来小将之带将友们 一起来看看 三角文在手掌中的 不同位置出现时 各有什么寓意 一 三角文位于视纸下方 代表其人既致出众 有才干 做事严谨 有很好的毅力 抗压性强 通常能够事业有成 不会被埋没 二 三角文位于中指下方 代表其人中年以后 事业有成 理想抱负 得以实现 三 三角文位于无名指下方 代表其人多才多艺 学习能力强 体质超群 才与出众 此生能有一番作为 四 三角文位于小指下方 是事业成功获得钱财的吉项 其人聪颖过人 有经营管理的才干 可以往商业发展 必定可以有所成就 五 三角文位于掌心 假如手掌心处出现形状正 且大的三角文 是大吉大利的首相 于是其人不仅能够在事业上 有所成就 财运也很旺盛 而且会声明远播 很可能会成为领导级的人物 此外 由此首相者 不论男女 都能找到一位条件不错的配偶 不过 三角文唯独不宜出现在砍工 会受到行客而孤寡 六 三角文位于感情线上 感情线上出现三角文 感情线上出现三角符号 表示自己对爱情有不专 或者不忠实的倾向 喜欢招惹已婚的异性 容易介入别人的第三者 象征心脏心血管方面有破坏之外 象征情侣之间容易出现意外状况 大家一定要好好注意一下这方面的防护措施 感情线上出现下三角文 三角文如果出现在感情线下方的话 首先这条线又叫做心线 象征一个人的心脏 如果出现了三角文的话 则象征着我们的心脏或者心血管方面容易出现一定的损伤 一些不利的因素 其次还象征着感情方面 情侣间容易出现意外伤害 这种意外伤害 可能情侣间一同交游 出现意外或者车祸的情况 三角文是十分不利的象征 象征着往往与病痛 血光意外有关的意义 再者就是表示容易有第三者的介入 如果成为四方格 则主经常制造一些不必要的感情麻烦 来困扰自己 感情很抑郁很痛苦 不时会有自杀的念头 但又怕死 又如吸毒者一般 清醒时则知道吸毒的害处 但当引发时 又情不自禁的吸毒 如果三角形出现在婚姻或者感情线上 则代表其人会因为婚姻或者感情 而获得好的财运或者财产 其三角文位于智慧线上 三角文出现在智慧线上之上 表示会增强人的聪明才智 利于学业 学术 从事文字工作 会有所建树 并且这种人具有很好的变才 是雄变滔滔的大文豪 八 三角文位于生命线上 生命线是不能有其他杂文的 如果出现三角文 对你的命运来说肯定是不吉利的 对你的运气会有影响 如果生命线中间出现三角文 就代表你中年的时候运气差 命运多为坎坷之路 要多加小心为上 如果你的生命线端出现三角文 那么就代表你的小时候非常艰苦的生活 比起别人家的孩子 你的生活质量是要差一些 吃的苦要多一些 所以说生命线尾端要出现三角文 这就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了 因为你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只有自己靠自己 生活辛苦 得不到子女的照顾 还有一种情况是三角文紧贴在生命线旁边 表示其人的内脏部分有隐疾 如心脏肝脏胃等脏器 容易出现问题 应好提高警觉 及早预防 假如出现不适 要尽快出医院检查 九三角文位于手腕线上 手腕线上出现三角文也是一种吉利的象征 如在手腕线中心处出现三角文 表示此人具有天赋吉韵 有很好的偏财运 有可能会继承祖辈的遗产 或者是成为某个部门的领导 居显耀之职 假如手腕线上有其他线所围成的正尖角形 而并非三角文 也预示着其人头脑聪明 在某方面具备特殊的能力 并凭此获得巨大财富 总的来说 并不是有三角文的人以后就会富有 没有三角文的人以后就会贫穷 老人们之所以会这么说 其实是对未来的一个美好期望 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心理安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